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外事部门主管吴钊谢 20号接受美国全国公共电台专访时称 台美关系近来大有进展 但目前不寻求建立所谓全面外事关系 吴钊谢此言一出 似乎与民进党当局此前一贯吹嘘 台美关系有所谓大突破截然不同 民进党自家人只能卖力辩解 只要方向正确脚步不停 有一天目标就会达到 如果直接跳跃到所谓的建交台美建交 那有可能很多的细节问题 甚至又会让国民党有机可乘 所以我想现在我们稳扎稳打 就稳扎稳打 那我们不会去特意去挑衅或是激怒 绿营似乎口径一致 国民党方面则炮轰民进党都在骗 这样说是不是表示 有可能第一个 以前他们说的都是骗人的 就是事实上关系没有那么好 做不到 就像有男孩子说 我不打算去追林志玲这样子 根本就是追不到